在韓國的歷史上曾經發生 我把國家送給你這樣荒謬的故事喔 1910年的8月29日 是日本併吞韓國的日子 那時日本成立朝鮮總督府 依據日韓合併條約 開啟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 這個日韓合併條約的內容 也可以說是相當荒謬啊 竟然是要韓國皇帝主動把國家送給日本喔 這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這個條約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大韓帝國皇帝陛下 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的統治權 完全且永久讓於日本國皇帝陛下 要是現在台灣發生這種事情 你想想會怎麼樣呢? 這種理所當然聽完會暴棄的內容 怎麼可能沒有發生革命、暴動或是內戰呢? 當然就是到了九年以後才發生三英運動 原來是在甲午戰爭以後 日本就大舉對朝鮮進行投資 不出幾年整個韓國的經濟、政治跟媒體 早就被日本控制得牢牢的了 統一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在合併當天 甚至還有一部分朝鮮人跟著日本人喊著 日韓一家親啊! 韓日同主同源 一個搶當日本人的概念 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愛國同心會 台灣會不會跟一百多年前的韓國 其實沒什麼差別呢? 當然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